我们知道念事是口业里最重的 调拨是非 斗乱念头 破坏和谐 最很重 所以地狱里头有八十地狱 那么要看他造的业 影响的命运多大 破坏一个家庭 也比较小 破坏一个团体 破坏社会 破坏国家 这最小大 如果破坏生团 那是阿比地狱罪 破坏和声 所以身团 你看到怎么不如法 最好不要放在心上 最好不要批评 为什么呢 你批评是你造 罪 他好不好 他好不好过有因果 过有报应 我们不可以批评 他做好事应当赞叹 他做得不好的时候 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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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无扬善 破坏社会 里面称赞如来 就这个意思 他有善 与善法相应 称赞 与善法不相应 不批评 我们在五十三餐里面 看过 甘露霍王 圣月婆罗门 法缩蜜多女 代表贪嗔痴 赞财 从此就参法 有离金 没有参叹 离金 是对相上讲的 称赞 他用如来 他没有说祝福 你看 离金 祝福 是从相上说的 称赞如来 如来从心上说的 与信德相应的 赞叹 与信德不相应的 不赞叹 这有差别的 善财同志 做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应当要学习 学习 心里头 中国人讲 良心 自己也晓得 你那个心是良心 把人家脏乱东西放在那 那良心就变成别人的 露宿桶了 这个大错的错 人家有美好的东西放在那里都可以 能讲得过去 别人不善的东西放在自己心上 错了 大错的错 与你不相干的 你去收集别人的露宿 收集别人的不善 这哪里是聪明人的 聪明人心底情尽 也成不燃 真聪明 真有智慧 不能干杀死 这个世界干杀死心很多 到处都可以看到 我们可不能学习 我们要盈以为戒 口不出为 自行化他 我们自己能够守住 能够做到 口四种过 我们通通独立 不忘语 不念识 不悟口 不祈语 祈语是花烟翘雨 做的骗人 决定不能做